另外日前,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实战背景下,成功组织歼10战机长航时大强度多科目演练,多次实施空中加油,多个科目交叉进行,考验的不仅仅是飞行员的基战术的水平,同时也给飞行员的身体带来巨大的挑战。 上午10时,演练正式开始,在地面指挥的引导下,坚实战机编队陆续升空,随后加油机按照预定计划升空向预定空域集结。 长航时大强度训练,战机要多次空中加油,期间还要进行空中巡逻待战,趋雨防空,拦截敌超低空目标等多个对抗训练科目,对飞行员的身体、心理、技战术水平要求很高。 此时,坚实飞行员突然发现,战机空地通讯定位系统同时受到强电磁干扰,立即发挥编队优势,对来袭敌机进行搜索。 在辽机的掩护下,主战机发射空空导弹击中目标。 我扮演的是敌因来袭目标,接战斗命令以后紧急起飞,在海杂波的掩护下,超低空出防,试试释放干扰。 规避敌美达搜索。 11时35分,地面指挥所令战机奔赴加油空域,与加油机会合,实施空中加油。 所探加油2,900。 这位女女,她的桑,四女,三女,两女,上部的用儿,她的对决成家,她的救护下加油区。 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增加这个流空时间和这个增加续航能力,作战半径大大提高。 12时20分,战机完成加油,迅速奔向另一战场,执行区域防空任务。 区域防空主要是空中巡逻戴战。 战机在指挥所的引导下到达演练空域,立即开启火控雷达,对目标进行搜索跟踪。 突然,雷达出现不明飞行目标,监视战机编队迅速调整姿态,对敌机进行雷达搜索,成功击落目标。 此次演练不仅大大提高了海军监视战机的作战半径和战斗时间,同时,该型战机多套战术战法得到了实战检验。